吃雪糕了 按照体温发雪糕 开始量体温 老师 我的体温是36度1 给熊妹一个老冰棍雪糕 老师 我的体温是36度3 给小贝一个绿舌头雪糕 哇 绿舌头的好好吃 老师 为什么我的是老冰棍雪糕 小贝的是绿舌头雪糕 因为小贝比你的体温高啊 下一个 小雪 老师 我的体温是36度6 是不是要发比小贝还要好吃的雪糕啊 给小雪一根多种口味的七彩雪糕 哇 好多种口味的雪糕啊 喵喵 好吃 大宝 你的体温多少 老师 我刚吹过空调 体温太低了 只有35度9 体温太低 没有雪糕吃 我们明天再量体温吃雪糕 看来我只能明天才能吃雪糕了 发雪糕了 小朋友们 快量体温了 我我我 我先量 我刚跑完步 体温最高是36度6 大宝的体温这么高 给大宝发一个大号雪糕 耶 最大的雪糕是我的了 老师 我夏天穿着毛衣 我的体温最高 是36度7 小贝 体温最高 大号雪糕应该是小贝的 什么 那我的呢 大宝 只能给你中号雪糕了 老师 我的体温才是最高 我穿着棉袄 我的体温是36度8 我应该要大号雪糕 那小贝的大号雪糕 给熊妹 耶 大号雪糕是我的了 老师 等一下大号雪糕应该是我的 我夏天裹着棉被 我的体温是36度9 小雪的体温最高 大号雪糕是小雪的 中号雪糕是熊妹的 小号雪糕是小贝的 太好了 吃雪糕了 喵喵 我怎么还是吃不上雪糕啊 明天最后一次发雪糕了 明天我一定要吃上最好的雪糕 小朋友们 最后一次发雪糕了 这回 谁都别跟我抢 老师 我裹着家里最后的棉被 我的体温已经37度1了 大把的体温这么高 我的体温只有36度4了 给小贝一根草莓雪糕 我昨天吃了大号雪糕 体温只有36度2了 给小雪一根草莓加巧克力雪糕 我的体温最低了 只有36度1 那给熊妹一个草莓加奶油加巧克力 超级豪华雪糕 哇 豪华雪糕 老师 那我的呢 这次是体温越低的 有雪糕吃 你体温太高了 不能吃雪糕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一次雪糕都没有吃上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